一日不见如歌三秋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阳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据说呢 木色森林会有更多的把刀剑 所以本期咱们就携带着两把西瓜刀 勇闯木色森林 其实呢 去木色森林还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挖一个二乘二的坑 旁边呢 种上花 中间填满水 在头上一颗闪闪发亮的钻石就可以了 可是木色森林的boss还是很难缠的 毕竟只有按照顺序才可以将他们击败 随着天空的一声巨响呢 城就要启程了 不过在启程之前呢 还是要看一眼自己的家的 然后吃上一口南瓜派 好了 就要告别这个地方了 开始新的旅程 刚来到木色森林呢 就有很多的迷路欢迎我 其中还包括这个苦力怕球 没想到这个家伙脑袋这么多 腿这么短 竟然跑得这么快 还不高兴 爆炸了 可恶 就当做放礼炮欢迎我吧 对了 还有这个梦影眼球 感觉在主世界呢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们了 没想到先我一步来到了这里 可能这个地方已经被主世界的生物给霸占了吧 果不其然 前方又是三个球 看我八刀斩 我砍 我的妈爷 将近二百滴血的苦力怕 哇 这 难受呀 三个 炸了两个 虽然是发现了巫妖塔 但是没有办法进去啊 毕竟咱们连那家都没有打倒呢 所以需要先合成一张魔法地图 正好这里有乌鸦 可以得到乌鸦的羽毛 但但 他好像走进了这个结界 我进去没有事吗 好像是没有影响的 看我八刀斩 忘了 这种技能呢 对中绿生物是没有作用的 所以需要咱们左键劈砍 这 这是乌鸦太飘了 还是我拿不动刀了 我一刀竟然砍不死 难受呀 回到船村门的附近 做了两个水晶的箱子 把不用的物品呢 全部放在里面 这样呢 就可以省出大部分的空间了 想要合成魔法地图的话 还需要另一种 暮色森林特产的东西 就是火炬坚果 可以在这种地下光洞里面 找到的 有赫奥发现一个蓝色的戈布林 感觉他好像非常的愤怒 我什么都没有干呢 又不是杀父之仇 夺气之恨 至于吗 不过这回呢 我们就有了仇恨 好人做到底 送佛送到西 你也走吧 这个矿洞真的是很黑 为了防止有其他的戈布林偷袭我 所以拿出了镜纸和拔 放在这里 就这么到头了吗 还好在上面发现了火炬浆果 咱们返回 将这个火炬浆果拿走呢 就可以合成地图了 从转换桌子里面 拿出了闲者之石 还有英识粉 闲者之石呢 是可以当作工作台使用的 将银纸粉 火炬浆果 还有乌鸦羽毛 放在一块 合成魔法地图核心 再用纸张 将这个核心围起来 就可以做成魔法地图了 打开了空白的魔法地图 发现 什么鬼了 那家既然不在我的附近 我的附近 只有乌妖塔 好吧 需要我动用其他的办法来寻找了 我刚过来 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个骷髅德鲁伊呢 就疯狂地打我 本来是不想对他动手的 所以我决定用36技走围上技 我身上的毒呢 也消失了 当我再次回头的时候 发现 这个德鲁伊 竟然还在追着我 那对不起了 我一个灵活的走位 躲开了咱们攻击范围 然后一个锁定目标 蓄势再发 完成击杀 哎 何必要逼我出手呢 好像跟我说 今天你不杀了我 谁也不想走 点赞评论加收藏 只要不怕灰太狼 好了 咱们下期再见咯